腾讯体育室 还有本年度非洲冠军 埃及名将奥曼尔 2018年南平世界杯 将于10月19日到21日 在巴黎的迪士尼的园举行 这是南平世界杯第六次来到法国 第三次来到巴黎 小世纪90年代 南平世界杯曾从1995年到1997年 连续三届在法国尼姆举行 1995年南平世界杯 当年获得是平赛南当冠军的 20岁小将孔令辉 决赛战胜德国的罗斯科夫夺冠 第二年 刘国良决赛战胜劳瓦夺冠 1997年南平世界杯 克罗比亚的普里莫拉茨决赛战胜 孔令辉夺冠 2006 2011年南平世界杯就曾在巴黎举办 两届冠军分别是中国队的马林 以及张继科 去年的南平世界杯赛比利师烈日进行 南大半决赛中马龙 在取得局分3比1领先的情况下 3比4一汉不敌德国36岁老将波尔 由于此前林高原已经输给了波尔 这场失利导致中国队 已经无缘本次世界杯冠军的争夺 中国队在南平世界杯上 实现的七连冠石头宣告终结 今年6月的日本公开赛 马龙在南大八强战中2比4 不敌14岁的张本聚和 在上周的保加利亚公开赛中 马龙正在首轮3 4不敌英格兰宁将提吉福的被淘汰 按照中国拼协处罚条例 马龙本周的捷克公开赛被禁赛 目前中国队以及马龙本人 还没有公布退赛的原因 目前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月 伤病或状态不好的原因 有可能不是主要因素 乒乓球单向世界杯实行的是邀请制 国际评论规定今年的南平世界杯 最终确认参赛时间就是8月20日 在这个日期前如果是拼赛冠军退赛 此案要周纪杯在名次再选择一人 正好今年4月的横滨亚洲杯 在南丹决赛里输给樊震东 的就是中国队的林高远 如果国平在8月20日后 或者说临近比赛开始 才确认马龙退赛 谁来递捕就由国际评论说了算 2016年女平世界杯就曾出现过几位特殊的情况 比赛10月7日开赛 丁宁10月2日 才被平连官方宣布退赛 德国的索尔家伙现替补入围 10月5日刘诗文被平连官方确认退赛 中国台北选手正一进火线顶器 当时正一进正打了欧洲的联赛 在巴黎转机回中国台湾 爬到了桃园机场 飞机一落的就立即又飞加拿大 到女平世界杯现场去救火 最终参决赛输给16岁的平爷梅宇获得亚军 拼旁球单向是拼赛总奖金高达25万美元 冠军奖金6万美元 冠军的单打积分为2550分 亚军为2295分 即使是第四名也有1913分 比保加利亚 杰克这种普通公开赛的一个单打冠 军的积分都多 马龙退出今年的南天世界杯 将对他未来的世界积分和排名 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对马龙能否征战2020年冬金奥运会 也会产生一些微妙的间接影响 甚至The End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